嗨,大家好,我是劉一恒 欢迎收看我刘一恒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 目前主要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为主 而且我的频道的物件处是中部最多的 欢迎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 顺便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天都会拍摄上架的新的物件 那我们现在来到台中 不是台中,是卓兰 是苗栗卓兰县 卓兰镇,苗栗的卓兰镇 花路农场附近 这边是一个农场附近 这边是什么,利息坪 利息坪的休闲农场附近 那我们今天要卖的是豪宅农舍 豪宅农舍 它的建坪90坪 地坪呢,地坪有4905坪 一远忘记都忘记都是 整整一大片 那它有种什么 它目前是种玉米 玉米还有后面还有桂花 然后旁边还有洋风 然后我们这个主体建物这一个 总建坪是90坪建坪 那还有两层楼 所以一层楼大概是45坪 一层楼大概是45坪 那为什么要买 因为农场主人 年纪大已经过四十几年了 所以以前家族聚会都会在这边 都会在他们这个豪宅这边举行 那因为已经过四很久了 小孩子就会觉得走来比较远 不想住这边就决定分家产 把它卖一卖这样子 那总价是7800 但是其实他们一开始 他们这个卖一阵子了 以前一开始是卖1亿 0300万 那因为隔壁就是隔壁的隔壁 它就是每瓶卖 在十价登录里面是2.1万 2.1万 果然有2.1万的行情 是的 就在旁边而已 好 好啦 2.1万 是真的有卖掉 你可以去查十价登录 这个利息坪这边 那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卖地域行情 大概一坪才1万块 1.5万 我们后面的空地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300坪要卖多少 300坪要卖1980 开价6万多 6万多 也将近7万 所以我们这个地域行情很多 那 虽然我说 那个不动产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其实有时候市场上偶尔也会出现低于行情的 可是呢 为什么会低于行情 因为第一个 总价过高 总价过高 有时候 因为没有那么多有钱人 当然有钱人是很多 但是也要他们愿意来这里 那因为这边是左蓝 比较黑箱的地方 但是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 只是好无聊 然后 好风景 我们这边是 虽然是山上 虽然是山上 但是这是一个台地 我们可以看到整片都是平坦的 我们全部都是平坦的地形 而且我们这一块农地方方正正的 方方正正的 那大车也可以到 大车也可以到 那不然是没办法盖这一栋的 好 我们来进来看一下它的格局 我们先看农舍的格局 这边是阳台 顶楼阳台 我们只是先让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景观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格局 诶 学姐 这间盖几年了 啊 盖几年了 几年前盖的 哦 它这个是八十 85年左右 85年 所以已经盖快20年了 对 那其实可能刚盖好没多久 老人家就过世了 对 好啦 那其实这20年后 还是有地方要整理 还是有地方要整理 因为它已经十多年没住了 对 十几年没有住 高级的建材 大理石 对 它这个水痕是因为他们太久没住了 对啊 所以它那个缝里面 都有 这个是要处理过的就很漂亮 这个都要磨掉 这个都要磨掉 像这个就要重新弄过 这个板子都要重新弄过 它已经吸水变形了 它已经吸水变形了 然后我们看这一个 这里面是一个盒室 然后放了两格大的双人虫 你不想入境这些都可以 对 它每个房间都很大 都很明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两个房间 这里 你可以看看 它这个窗户都蛮多的 然后其实啊 它这个柜子也都还还蛮新的 用用 没什么没什么用 然后就旧了 但是 虽然是旧的 但是还还蛮汉用的 看这边的柜子 这个都没什么用过 都没什么用过 因为他们刚盖好没多久 就 就没有人住了 就放到现在 看起来都很新 其实都很新 只是建筑过本体已经20年了 相信20年 还有一个穿衣镜 就是核四圆木的 圆木的 以前就 这个就是豪宅的规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都还蛮豪华的 我看它的卫浴 这卫浴它有开窗 它有开窗 你们有没有想看到这个马桶 能够想到昨天的那件套房 就是一样的 这是凯撒 凯撒的 凯撒的卫浴 水呀 对 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 应该是加压马杂没开 它这里有自来水 它有自来水 对 也有地下水 自来水地下水都有 然后我们来看到豪宅标配旋转楼梯 超大的旋转楼梯 这这有点像是那个 我们那个八点掌的那个电视剧豪宅 豪宅的那个那种场景 只是比较旧一点 这个柜子 其实柜子都还可以用 柜子其实都还可以用 你要先介绍客县的地方 我们先介绍我们的那个盒饰 它有一个盒饰 这边可以打麻将 应该可以打麻将 这个我刚刚有特别把它拉起来 可以收下去 对可以收下去 整个变平坦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他们的厨房 这是自来水 他们的水 用那个喝的水都是自来水 那他们灌溉水都是用地下水 这个厨房是蛮大的 开放空间 我们看一下一楼的卫浴 一楼卫浴也蛮大的 也有开窗 干尸分离 然后 其实我 它这个地板 其实应该十几年没有人住 都 是水痕 为什么会有水跑出来 水痕因为没住 它有湿气的话 就会有水痕 那这个要再处理过 因为它全部都是大理石 全部都是大理石 是 那它这个算是钢购的浓舍 对 钢购的浓舍 它建构的很扎实 它是那个水泥打底 对 它是 是罚氏基础吗 不晓得 因为它整个地 地基都是水泥 然后用钢购 打起来的 地基是水泥 钢购打起来 那我们来看客厅 怎么说 做十几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做十几个人 是没有问题的 旁边还有一个侧门 这有一个侧门 这个出来有一个平台 它外面是种水果 枇杷 芭乐 还有木瓜 芭蕉 芭蕉 OK 还有那个 树葡萄 还有松树 这边 这边 其实这个钢购的 它这个是板材 就是说板材 都是空心的 结构都还是好的 那你这些板材 有些要更新 像这个窗户 有些都已经老旧了 都要更新 框什么的 都要更新 好 我们去后面再看一下 它有 这个是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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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简易的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厨房 简易的小厨房 还有一个 更好 更大的厨房 这是他们简单组的时候 会在这边 简单组的时候会在这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真正的厨房 在这里 这是他们的大厨房 然后餐厅餐桌就摆在这 十几个人在这边吃 拌 拌豆 放个两三桌都没有问题 放个两三桌 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大厨房 简单组弄个小东西 吃个泡面就在前面的那个小厨房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后面看一下 然后后面就是桂花园 一大片的桂花园 一大片的桂花园 那个路是我们的 那个柏油路是我们的土地 百分之百持有 是我们的土地 所以我们的路让给邻居过 我们的路让给邻居过 但是因为我们有四千五百多瓶 四千五百多瓶 就算让这一点路出去 没什么感觉 你不要那种精进计较一瓶两瓶的 那个在这里乡下地方 通常都 这么一大片 一甲半 所以不差那几十瓶 这边是他们放农积聚的地方 对这边是他们放农积聚的地方 仓库 那边干购的隔楼 好 那我们再过来看 这边是他们那个 这个是热水器 这已经拔下来了 这是另外一台 这应该是坏掉的 好的在这里 好的在这里 然后冷气主机 冷气主机 它这个地基 就是这样子一个水泥 然后在这个水泥的基础上 再搭钢购上去 所以这个都是板材 装饰用的板材 然后 45平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客厅哪一个部分 然后一层楼 那两层楼就是90平 对不对 然后 这个后面大厨房 跟这个仓库是后来再增建的 所以它的使用频数 就是100多平 使用频数是100多平 这个是树葡萄 倒了 应该是台风吹倒的 好 好 好 我们绕 怎么绕 我们这边绕出去 十八了 这个是什么我就不晓得了 然后还有桃子 还是李子 好这边绕出来就是一望无际的农地 前面是玉米 这边是草地 你去看一下他们的玉米田 那因为他们怕说这个4000多平 没有人送会荒芜掉 所以他们目前农地是租给附近的农夫耕作 好 好前面这边 这里就是玉米田 前面是玉米田 一直到前面的 我看到那个黑色网子那边 黑色网状的网室 那边方形 到那个黑色网子的那个围墙都是 然后到这边也是黑色网子的围墙 欸学姐面宽几米啊 64 面宽6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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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这边边那边看一下 这一个路 这样的界点 这边就1.2甲 这边1.2甲 这边1.2甲 这边有4分多 这边4分多 所以他加起来是1.6甲 是 那这个路也是我们的路 对 这个水泥路 不是水泥路 柏油路 这条是柏油路 也是我们的路 我们一直到这个电线杆 里面也是我们的那个桂花园 一直到这个电线杆 这边桂花园 整个桂花园都是我们的 这个一直延伸过去 到那个空地那边 没有种东西的那个空地为止 我们的土地到那边 那那个空地也要卖 也要卖 300多瓶 1980 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我 好 那我们到另外一侧 好这边我们的停车场 这边就是我们的停车场 800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浓舍的外观 这我们浓舍的外观 然后 这边是 这边也是我们的啦 这边也是我们的 这个水塔 是地下水的水塔 灌溉用的 然后一般租这个土地的 住客他们通常在这边活动 在这边打理这边的农地 这边就是洋蜂园 洋蜜蜂 这个都有在卖的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桂花园 这条路是我们县陆地出去给人家过的 柏油路 看到这个县 这个应该是香公所 香公所维护的香道 然后这后面也是桂花园 一直到那个空地为止 那这个是从我们从这边后面看 我们的浓舍的外观 那我们的土地就一直到桂花园这边为止 好这边 瘦本土地 这块也要卖 300多瓶 1980 二连卖 可以找我 有兴趣的 想要可以找我 但是这个是只有一分地 一分多的地 不能盖农舍 只能够申请制裁室 只能够申请制裁室 那 农舍一定要两分半以上 好 我们这个是4905坪 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 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 然后已经 他虽然没有 政府没有拉灌溉水过来 但是我们已经有打好井水了 一样可以灌溉 然后 当然 店也一定有 因为我们是合法农舍 一定都有申请 那个店 然后 接下来 可能就有人在想 那这上海而入好不好走 其实还蛮好走的 基本上大车都可以上得来 我们去佐兰的市区大概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就可以进到荷兰的市中心了 不是荷兰 对不起 佐兰佐兰 口误 不是 佐兰 学姐那个麦克风 我要开车下去了 谢谢 蛤 没关系 诶 学姐 那个 屋主应该没有几分要卖吧 没有 所以 应该算资产配置 对 资产配置 就是要分财产的 我们在彩蜜 是不是 那我们就直接开下去了 哼 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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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学姐 你组了 好 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還蠻好走的 因為都是大馬路 都是六米以上的道路 我們就走這條路下去 農地大部分都是方方正正的 然後所以他的路 就規劃的還可以 鄉下地方的豪宅 其實也不便宜 有人都在找那種幾百萬 10倍 會比較好走 好好找 對不對 隨便一間就嚇死人了 總金額嚇死人 但是你看他的單價 一坪才一萬 我們剛剛是走這裡 好小心 到這邊就大馬 馬路就比較大條 剛剛都是直角直角 很好走的路 然後這邊是一個台地 所以我們在樓上往下看 視野就都還不錯 我們這個農舍是朝東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是獨棟的 如果說你有方向方面的考量 方位的考量 你可以自己做修改 因為基本上這間是 將近20年的舊農舍 你看這個瀏覽車 都可以上得來 都沒有問題 這麼大台的車 都沒有問題 這是屬於地溪坪觀光農場 其實這種休閒農場 你可以 可以做那種 比如說露營區 你可以把它 看可不可以 規劃成露營區 我也覺得還不錯 觀光農場 我們開始要下這個台地了 所以就會一些斜坡 但是這個坡都不會很陡 路也都蠻大條的 咳咳 那我們下去 就是直接往 那個 賭蘭的市區走 那你們就可以了解 這邊真的 離市區很近 現在農地啊 因為國土計劃發事實之後 很多農地是不能變更的 他不是說 不能改 如果說他符合農舍 的規範 他還是可以改農舍 或者是 植材室 但是 以前有些人會把農地拿來變更 成建地 或是其他 違規使用的狀況 但是國土計劃發事實之後 就會更 聽說會更嚴格的執行 所以很多 你要在農舍上面搭違建的狀況 可能就不允許 當然了 那種 以前舊的 還有沒有錯及既往 雖然說有啦 但是其實 以前那種舊的違建 因為在台灣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們也是 就是拭目以宅看看 政府有沒有雷利逢行去執行 你 其實就我們以前以過往的經驗 政府 都是說一套 說一套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是蠻質疑政府 變得很快 變得很快 就是因為民粹 只要有很多人民 反對 就政策又跟著變 所以 所以是沒辦法 很 很堅持那個政策 才會改來改去 因為為了選票 我們下來了 這條就是神道了 三號神道 這條是三號神道 然後三號神道要進市區又跟進了 只要你有時間 歡迎把我們整片 影片都看完 如果 真的有認真要找一塊你要的 農地 是豪宅 其實 把我影片看完 總比你自己跑一趟來 還要省時間省錢 你在家裡就可以知道這塊是不是你要的 這一個全家便利商店 以前這一間是乾媽店 後來被全家租下來了 我們左手邊有一個很有名的名店 永安喜餅 永安喜餅 有的沒的就跟你讓你吃到飽 這還有一個台塑加油站 看到永安喜餅就知道離市區很近 就在前面 然後 然後 我們現在已經到左蘭市區了 這邊左轉進去 就是市區 菜市場 左轉進去就是市區菜市場 那這邊有 有一個全連 這邊有一個全連 這一條是經國路 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 那我們已經來到市區 稍微做一下結尾 如果 你有在找豪宅的 其實這個七千八、四千九 可能對你來說地平 太大了一點 因為你根本 不是想要耕作 你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耕作 所以 有可能不適合你 那你可能是要找一個真正的豪宅 可能甚至不太想要花錢整理就可以 住的 但是說真的 現在不用花錢 就要可以直接住的 大概就是要買全新的 但是 全新的豪宅地平都很小 像那個北淳那邊有很多豪宅 全新的 動不動就也是好幾千萬上億 這是那個索蘭大橋旁邊的 中油教兒站 這邊左邊就是市中心 我們現在往東市的方向走 所以 這可能為什麼賣那麼久 就是可能因為我覺得地平真的太大 那你說要豪宅嗎 他也還不算真正的豪宅 因為 他還需要大整理過 還要花不少錢整理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地板 牆壁 甚至都有點變形 那有很多人來拍過 有很多人來拍過 但是他們並不會把這些缺點 表現出來 所以你一來可能看 有些人滿懷期待 來看了 會有點失望 因為他們根本以為 這真的是很 很富利昂皇 怎樣 可是其實他們沒有想到 還是需要花很多錢整理 我已經花了七千八、八萬了 我還要花 幾百萬來整理 當然如果說你有七千八的 預算 你可能也不會去 在意那個幾百萬整理的錢 所以我們 說真的 這種豪宅的市場 就是這樣 真的要看人滿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需要這麼大的地坪 整理起來真的會很花時間 很花錢 有錢有閒 才有辦法去處理 那還好他現在的 你也可以繼續租給隔壁的地主 讓他去經營 有 因為這邊的農地 我們說真的 我們現在賣的是低於行情 所以我覺得 也是 你們如果 預算夠 是可以 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他真的是低於行情 其實後面廢話蠻多的 如果不喜歡就自己跳出去就好了 只是閒聊而已 你有什麼看法 對粗粗小 茅庫的 小小房仲 你有什麼看法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 你好像第一次接觸這樣的產品 對 你剛才猜他多少錢 你是不是猜他只要三千多 但是那時候你還不曉得地坪對不對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他那麼大 對 因為之前看過的大部分都 沒有 對 都三千多就很貴了 對不對 但是 這個地坪是大好幾倍 以前的那種地坪大概幾百坪而已 很少有三千坪的 這個還四千五百坪 一甲半 一甲半的土地 真的是 被寬廣遼闊 超級寬廣 你現在這麼大 然後 卓蘭 中市 這一站 因為這邊都是山區 山區有限 有限在找山區的 都要 都要一個 認知 其實這個 因為台灣是地震 平凡的地區 如果說你要找山區 你就要能夠接受 這山區有很多都是 斷層縣附近 所以才會 因為到山雲東融成一座山 所以 只要是地勢 像這種要上山的 一定都會 多少少都會經過斷層縣 到這個方面的認知 那如果 這一款 你有喜歡 希望你會跟我們聯絡 我們的那個 頻道底下的標題 就是 電話號碼 我們的電話號碼 可以直接打電話來 不用 不用加來 沒關係 我們直接打來 直接聯絡 再約看就可以了 那這一塊 如果你覺得 還是不符合你的需求 那沒有關係 你還是 可以搜尋我的頻道 看看有沒有其他 你 適合的物件 記得 先幫我們 訂閱一下 然後 當然 你覺得我們的 物件數 太多 不想 懶得找 沒關係 還是要去訂閱 因為我每天都會 拍攝上架 我們每天都會拍攝不少 至少 三到五步 讓你去選擇 我們提供物件最多 你不用出門 就帶你看 東部地區 最多的 不動態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 選擇 跟目的角 不怕你買退 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 都是一鏡倒地 一刀未剪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煤化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 把手機滑平板 看H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清楚 明天要知道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 土地不動產房子 我們 經過沒幾分鐘 我們已經到東四了 對我們這裡是東四的時辰 時辰街 然後時辰街 右轉 這邊右轉出去 就是往紅圓的方向 那如果直走就是往東四的市中心 好 市中心 那 大概是這樣 我想 應該 這邊地點 大家應該都有了解 希望有符合你的需求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轉過去就是 這邊有一間 蠻有名的餐廳 叫做冰院 冰院 蠻好吃的 有機會大家可以來 同場 在前面 應該在幾秒鐘就到了 就是那個7對面這個巷子 轉進來 這個是他的停車場 左邊是停車場 這是冰院 左邊這個是冰院 這邊還有一個來 好這個 這也有賣 但是這個 他那個農地 說 因為這邊是屬於鑽城線 所以如果 你們想要了解 更詳細的細節都可以來問我 拜拜